不用打发鸡蛋,也能做的蛋糕,简单快手,特别适合新手 准备150克的纯牛奶,100克的玉米油,或是其他味道不重的食用油 黄油味道会更好 再打入两个鸡蛋 70克的白糖,搅拌均匀 分次,筛入低筋面粉 再筛入6克的泡打粉 1克的小苏打 Z字形搅拌成无颗粒的面糊状态 面糊是这种具有流动性的状态 再把面糊倒在裱花袋里备用 另外提前准备12克软化的黄油 加入10克的糖粉 20克的低筋面粉 用手慢慢搓成小苏力备用 蛋糕模具里放入一次性的纸杯 再把面糊先挤一半进去 放上几颗蓝莓 继续把面糊挤码 再放几颗蓝莓 最后把做好的苏力撒上去 烤箱提前预热 上下火180度 烤大约25分钟左右 烤箱的温度仅供参考 出炉之后放在烤箱上亮亮 我们的蓝莓马芬蛋糕就做好了 口感酸酸甜甜的 虽然没有打发鸡蛋 但是口感特别的松软好吃 做法也相对简单 特别适合新手做的蛋糕 当做早餐或者是下午茶 都是不错的 喜欢就试试吧 喜欢视频的小伙伴 别忘记点击关注哦